2024台北花瓣野餐 与家人朋友及伴侶一起到戶外野餐 吃着美食搭配好风景 是人生引大享受 在城市中来场放松身心之旅 就要参加观传局举办的台北花瓣野餐活动 周末在大安森林公园登场 一大早就吸引大批人潮 在盛开的花朵中沉浸享受生活 很特别 很新鲜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刚刚都有去绕一圈觉得还蛮好玩的 我刚刚那边有很多毛小孩专区 因为觉得很多狗很可爱 很喜欢 今天就是有看到观传局的网站 然后觉得活动好像蛮好玩的 所以跟朋友一起来 其实比想象中热闹 然后配合杜鹃花季跟一些摊贩 整个活动比想象中热闹 然后也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就是我的一只梦想就是 就是带宝宝可以一起来参加这种野餐的活动 因为我觉得野餐是这个亲子最好的一个 对 而且今天很非常的荣幸可以赶上这个台北大安的这个 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一起来参加 小孩都很开心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设计的很漂亮 台北花斑野餐活动将自然文化环保结合 规划五大主题野餐区 包括文青市集 音乐表演 毛小孩课程 瑜伽体验等 台北市吉祥物熊赞也来到现场与大家同欢 我们正前方的C位 祝福 台北市呢 每次从1月开始啊 是我们公园处负责的我们的花影胎配 台北市到处到处都有非常美丽的各种不同的花 代表台北市非常多元的面貌 叫我前几天去竹子湖 是我们纯白色的海绿季的开始 那今天呢 大家知道我们这一代最有名的就是杜鹃花 那这次的杜鹃花还不止只有台北市的哦 我们还要谢谢新北市政府 还把万里的 万里的杜鹃花 也移到我们大概30公元来 所以你不用往新北市跑 就会看到台北市和新北市的杜鹃花 那今天呢 这一个精心的设计 包括有我们的这个 岳派队 还有朝国际 还有毛小孩 像我刚刚看到淑梅里长就带着毛小孩来咯 那还有呢 也说一下为什么今天动物园要来 大家知道今年是动物园建源多少年吗 今年 110年 所以我们今年呢 这也似乎会是我们的系列活动 就是我们动物园陪伴我们110年哦 所以毛小孩动宝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主题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月亲子 会有一些月呃 会画啦 共同亲子的阅读啊 也在我们今天的活动里面 还有享乐活 很多的同序各方面 也今天看到来很多好吃好玩 所以谢谢今天所有来协助我们的各个单位 对 当然今天来到这边 还要呼吁大家环保 走的时候既要把你的这个垃圾啊 各方面带走 那我们呼吁大家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再来呢 这边结束之后 附近的商圈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消费 其实我们觉得说大岸森林公园是很漂亮的地方 而我们的市民其实我们办很多活动啊 可能都针对外地的观光客啊等等的 那市民的小确信我们应该兼顾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伙伴野餐 希望我们的市民啊 这个也能够在自己的这个都市里面啊 能够享受市政府所办的一些优质的活动 然后让毛小孩啦 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子也会带来 那家里的长辈一起出来 在这个不会太热 那也这个天气刚好的时代啊 时候到这个大岸森林公园来 看到很漂亮的花 还有充满生机的这种树木的新叶 我觉得会让人的这个心情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办了这样一个活动 希望市民都能够来参加 当然也这个在台北的外国人 或外线市来的我们也同样欢迎 因为这个是市民的小确信嘛 我们希望这个小确信可以长长久久 尤其市长对于家庭的营造他非常重视 那我们办这样的野餐活动呢 可以让家人一起来这边 然后联络感情 连毛小孩都一起来 所以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活动 那这样的活动 我们期待在台北市能够更增加一点 因为市长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爱家 非常爱这个家人的人 所以我们期待这样的氛围 也能够感受给我们 也能够渲染给我们全台北市的市民 让大家都这样来做 让台北变成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 我们这个活动有跟永康商圈 农泉商圈 还有公馆商圈等商圈来合作 所以我们有一些折价券 我刚才经过谈略的时候 听说折价券都卖得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明年继续办 我们会把折价券的规模扩大 让市民都能够享受到周边商圈 回馈给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优惠的措施 借由今日热闹非凡的活动 市府也感谢市内的旅馆 发挥挤难救助精神 提供机态大值事件时 民众紧急安置场所 表扬善举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谢谢您